以我的消息 這麼可愛的小菜狗你們確定不關注一下嗎 馬上就快過年了 關注票那小狗可以是會帶來好運的 我說的對嗎 啪啪江 快快不懈努力 我的狗終於過上了我夢寐以求的生活 很多人都喜歡說自己累成狗了 狗累嗎 鬼鬼一點都不累了 每天睡覺睡到自安心 又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學 一點壓力都沒有 唯一的煩惱可能就是玩具太多了 不知道該玩哪一個 這從破家來我們家以後 一家上刀子都是他的口水巾 低上刀子都是他的玩具 平時喝肉乾吃都吃不完 他就直接導致了我的錢包一天比一天銷售 好多人問我們這麼窮是怎麼養活三隻狗 那當然是靠超越男人的勤儉持家 經過我的不懈努力 他們過上了我想過的生活 而我過上了欺詐太黑猫狗不如的惹 所以不讓再說自己累成狗了 狗可以一點都不累 我說的對嗎 啪啪江 大門已經就是個廢材 社會在城堂的狗很幸福 這句話我已經說累了 這不上中文又有一個寵物聚會 這種白吃白喝的聚會不用我說 你們懂的 原來我以為跟之前一樣 是深深喝喝的聚會 沒想到還要比賽 我們家朋友比賽圈白菜還差不多 障礙賽什麼的 團體就算是丟人了 連個小博美都沒跑過比賽 完了還跑不去打造戰場 後來又跑到人家展出的車上 叫都叫不下來 這台文學M51 因為配備面部實現系統 可以在上社會自動調整 合時機和座椅 最重要是他的車機系統真的很流暢 空間也很大 狗子在裡面上算小條完全沒有問題 反正我想到珍愛賽得不到名次者 和他全美怎麽也都會安慰 還沒想到現場的小狗 一個比一個會表現自己 算了比賽嘛 中在參與 誰讓我們家拋架 又不狀態又不中庸 我說的對嗎 好拋架 找對象一定要找養狗人 嗯 養狗人身體好沒 等他出去溜點 一定就是說你 養狗人脾氣好 家的備菜沒了還不生氣 養狗人喜歡搞衛生 三天兩頭就會拖地 養狗人還很專一 每天兩點一下 找出找回 從來不鬼混 就怕家裡小狗沒人陪 養狗人要么真的有錢 要么少了花錢 跟他在一起 暴力吃香的喝辣的 養狗人做心健康 每天早上準時起床 呃我出外 最近我不是身體剛恢復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那種感覺 明明已經好了 就感覺自己四肢乏力 什麽都不想幹 發燒的時候 每天出好幾次汗 衣服換了一套又一套 別的衣服還可以用洗衣機器 可當天都知道 內褲不能跟普通衣物混在洗 大動態到我的身子 真不虛真的不想出來 直接就入了一個絕非危險機 它是通過脫洗的龜膠條 和兩個小爪磅 來模擬人手搓洗衣 可以根據衣物大小智能條件的搓 力度都搓清洗很乾淨 還有高溫足洗模式 可以95度高溫出軍 可替換國家那帶 可以一人一個分開洗 非常威脆 一台機器全家的 可以用性價比脫脫的 所以找對象一定要找養狗人 不僅能得到一個灰身小孩的保姆 更重要的是還能收穫一個 連人貼心的暖手袋 我說的對嗎 泡泡家 那個多大哥真的好幸福啊 因為他不會嫌棘不好吃 老粉應該都知道 我們家泡家只是長的幼 但其實是個天上頭腦 然後當天在桶物店買的 出生日期不想 當時就給他訂了個泡家 同一天過生日 沒錯就是今天 那個過生日無非又想 有個儀式感派在製配留個紀念 朋友們都讓我訂個可愛的蛋糕 當我打開手機開了個價格 呃我不配 不就是個蛋糕吧 難得倒窗也好難 那無非就是把肉煮熟 然後加點紅薯紫薯給他練成泥 再準備一個六寸的模具 給他一層這湖上去 好不容易完塞了吹蠟燭的儀式 場面不能說有多感動 也算是有一點點溫馨 但他倆的眼神裡卻只有蛋糕 甚至對我一直默默唧唧的點蠟燭 有那麼一絲不滿 看到最後份蛋糕 我感覺被他一衝出來 就破壞氣溫 不過你這也不是給你一個生日 你這一口全看沒了 果然椅食感什麼都是給人的 大概和快樂才是狗的 我說的對嗎 趴趴家 馬當肉很不 吼吼吼吼 馬當肉是 吼吼吼吼吼 馬當肉來是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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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當肉是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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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口新年頭像更新了 最近好多粉絲 現場我趕緊更新 快點的新年頭像 再不更新年都快過完了 每天每天到路過 那家奶茶店 每天每天 他都把廣告黏一遍 第二杯奶茶 全部白茶 可是就沒人陪我對身 小吹吼甜甜 坐在那家奶茶店 有時候我也會 偷偷的去看一眼 第二杯奶茶 全部搬家 每一天每一天 這麼年 我多麼想要一個 每天在我私人家的人 知道我的喜好 我的味道 甜甜要盡 我多麼想點成 你最喜歡的 烏龍馬雞 這麼可愛的小菜口 一定會有很多人喜歡的 我說的對嗎 趴趴家 眼睛不動的小狗魚太可怕了 啊 前幾天我們家來了一個小朋友 我親切地采放他為小必登 體重只有680克 真的好可愛 但我想不出為什麼 他到我家才一個下午 就學會了對著我翻白眼 後來我明白他 他肯定是想磨害我 白天一直睡覺 一到晚上每隔兩三個小時 就鬧一次 以後老子搞瓦特了 忘了出來玩 不是跟在當代後面追 就是咬拉寶寶的耳朵 也就是拉寶寶皮笑 不僅不生氣 還一直陪他玩 還教會讓他定點上廁所 就是有點廢狗 後來捉著都在打瞌睡 好想看著小必登 就好像想起了自己多人先來 挖的心理一樣 放他面前就一臉記哭了 往後躲 喝完水回頭看見小必登 坐在後面直接嚇著 往沙發上跳 小必登還不停的想要追上沙發 可愛熊孩子最可怕的 哪怕狗也是 我說的對嗎 爸爸家 臉費平洋狗 我好像發達了 前段時間 我是半夜家的泡酒 在外面解瓶子嘛 你們叫我去煎紙板 貴一點 我當然知道那個鬼 可那一剪紙板的娘娘 有多厲害 你們知道嗎 那天晚上我才剛剪了一點 實不相瞞 我已經吐了大把年快地下了 要是他一定會說話 看到我那一房間的紙板 都能說一句 爸爸真棒 可我沒想到賣紙板的時候 就離譜的事情發生了 留下收費平的師傅說 自己拿著去六毛 上面收四毛 這麼大一頓紙板 確實暴龍 就留在他的聯繫方式 第二天去跟我說 上面只得兩毛 所以我肯定不敢 立馬就找到另外一個 上面六毛的 秤重的時候我把要買的鞋 牌子都想好了 卻沒想到我找到大部分來的鞋 哦不 紙板子賣了二十塊 鞋子是沒吸的 那就給泡家買個黃瓜吧 我相信他以後一定會出口頭地 然後帶我飛 我說的對嗎 跑花家 養了狗以後朋友變少了 嗯 自從養了狗以後 我身邊的朋友是認了一遍少了 就喜歡宅在家裡陪狗玩 哪都不想去 我的工作薪資又不用充滿 真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跟狗待在一起 你是不是認為我很可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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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朋友很少 但我狗又多 前年那狗不犯於自己 做什麼次元 形容無異見 是否在海舊對面 狗友們不僅長得好看 說話還好聽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免費錄他們的梗 你們想啊 童年人拜給孩子 充奶粉花鳥波的時候 我在錄梗 童年人被瓦齊的吐血的時候 我在錄梗 童年人曬他曬防曬存款的時候 我才抽出一嘴巴子 雖然我沒有防止存款 可以曬但我有一超可愛的小狗 還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數不盡的快樂 我說的對嗎 跑趴家 男人會做飯 精神對身少一巴 嗯 前幾天泡家過生日的時候 我做了個蛋糕裡 說沒想到我的廚藝接得這麼好 其實這沒什麼好驚訝的 我們穿越好男人 從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男人會做飯 精神對身少一巴 男人就應該穿最花的圍 去按最肥的豬 評論區還有人不相信 蛋糕是我自己做的 今天我就再做個男人醜物料理 給你們看看 別眨眼 發個朋友圈 今天又給可愛的婆婆醬做了精神的晚餐 好看的嘞 嘿嘿嘿